油腻大叔不小心受了伤,去医院睡了一觉,醒来居然变成了大帅哥。 今天我们来看不思议电台中的一个故事,不等假交换。 大头因为不小心伤了脑袋,住进了医院,住在他隔床的是一个靓仔小帅。 小帅的漂亮女友小美每天都会来看望他,大头呢时不时调戏人家一番,还把瓜子磕得满地都是。 护士走进来就是一顿埋怨,弄得地上哪儿都是,还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。 小美一看,护士来了,便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一张纸上,想让护士在男友醒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。 大头眼急手快一把抢过了号码,说他就住在隔床比较方便。 小美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,小美走后大头觉得十分无趣,于是取了眼镜躺下开始睡大觉。 没多久,隔床的小帅醒了过来,他下床迷迷糊糊地想去厕所,但是一不小心撞到了墙。 于是折返回去拿桌上的眼镜,可是他戴上眼镜后却看不清,这个度数根本就和他的视力不匹配。 接着他发现了病床上的大头,可是小帅却惊愕不已,一会儿摸摸大头,一会儿摸摸自己,接着他慌张地跑到厕所。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后,他更惊讶了。原来大头睡了一觉之后,和小帅交换了身体。 看着自己顶着这么帅的脸,还有这满身的腱子肉,大头心里乐开了花。 这可是他以前梦寐以求的呀,现在居然白捡了这么好一副皮囊,而且小帅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 现在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戏小美了,光想想就爽到爆啊。 但是皮囊虽然变了,这吃东西乱扔皮儿的坏习惯可没改,大头坐在小帅的床上开始啃香蕉。 这时候,故事就来上演了一场双标,看到小帅扔香蕉皮,他不仅没生气,还笑着说等会儿回来打扫。 这长得帅果然待遇不一样啊,大头一边享受着特权,一边对小护士一阵鄙视。 等护士走后,大头就用自己的手机给小美发了一条短信,告诉小美他已经醒了。 在等待小美来的过程中,躺着的小帅突然失去了意识,医生全部来到病房对他进行抢救。 大头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抢救,心里也十分的慌张,毕竟这是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身体。 很快小美就来到了医院,小美看到大头后,先是有几分惊愕,随后才抱住他激动地说,你终于醒了。 大头告诉小美,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,小美说,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 之后俩人出了院,晚上俩人在车上准备来一场野战,小美问大头有没有套,大头却说,没有,就这么来吧。 小美却非要他等一下,随后去一旁的袋子里掏什么东西。 在这个间隙,大头看了一眼小帅的伤口,很明显是一道刀伤。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小美就拿好东西回来了。 再一看他手里的东西分明是一把刀,他扬起手中的刀一把刺向了大头。 另一边的大头从床上惊醒,他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,然后发起狂赖。 但随即他邪魅地笑了起来,原来这个人并不是大头,而是和大头交换了身体的小帅。 真正的大头已然成为了小帅的替死鬼。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皮囊的不等价交换,最后才发现这是生命的不等价交换。 大头最终因为自己的贪欲丢掉了性命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